近景魔術是一種魔術的表演形式 它是用一個非常短的距離 通常一至兩米的距離 讓觀眾去觀賞這種魔術 近年所時興的這些我們叫街頭魔術 其實都是一些我們屬於的近景魔術 我是福傳魔術師Vincent Carperville 希望我們每位朋友都可以得到 天主帶給我們這一份 愛與喜樂 Thank you 他叫劉建國 擁有多重身份 不單是一位熱愛魔術的教友 還是香港魔術義工隊的創辦人 我本身是一位土木工程師 在平日的時間 其實我都是專注我的工作 周末、周日或者假期的時候 有時間的時候我就會做一些慈善服務 或者一些福傳的活動 魔術是一個很吸引的方式 當喜歡學習魔術的時候 他自然會報名 而來到之後 也會加上很多有意義喜樂的福音信息 因為在教學班上 其實我們是作為一個殺種者的角色 就是把天主這個愛的種子 落進去深田上宮 我們都會為他們祈禱 希望這個種子可以在他們的心裏 可以繼續發芽生根成長 在過去十幾年裡面 他自力透過慈善魔術表演 進行福傳 宣揚正向心理 為大眾帶來歡樂的同事 把福音的種子傳播出去 2007年的時候 我看到我一直做了一段時間 做慈善表演 我有一個念頭 突然之間在我腦袋裡閃過 會不會我成立一個義工的團體 這樣可以令到我將來 這個服務可以做得更好 那就是大家現在所認識的 香港魔術義工隊 成立了義工隊之後 有很多經歷給了我啟發 我們都會收到很多不同的慈善機構 會邀請我們做一種叫做主題魔術 他們會定一個主題 例如說環境、保育 或者是一些跟歷史有關的主題 他就想把這些主題 跟魔術有一個跨界的結合 做得多之後 我突然之間又有一個念頭 其實既然魔術可以和不同的主題 可以跨界結合 帶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的時候 魔術都應該可以和福全結合在一起 這樣就更加理想了 因為如果可以結合得到的話 我們可以將這些平安喜樂的喜信 帶給更多人 那麼 一、二、三、辣妹 有關 結束 公元 今天 被我吸引大 我ended